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宁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咱们山西静南这边的农村 是怎样取暖的 大家看我身后,这是我们家的锅炉 小伙伴们都认识这个吧 不要跟我说有人都不认识这个 这个是煤炭哦 山西的什么都煤炭 然后大家看这个锅炉 锅炉里面 煤炭正在熊熊人烧 大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吗 就是这种火烧起来 这种特别大声的这种声音 给大家看这个锅炉的准备系统 这个是发动机和电鼓风机 这个好像是 然后这个是温控器 然后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这里 这个管子 从那个墙那边穿过来 然后这样 穿过灶台 然后那个墙 然后再从那里过来 然后这边有个暖气片 暖气片是热的 然后 看这个管道 摸一下这上面 好暖啊 好暖啊 然后看 接着看这个管道 又穿过那里 这样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两根管子 然后又去了我弟弟的房间 大家是不是觉得 所有的取暖 就是这样一个锅炉就完了 不是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就是 这边是那个火灶这样烧着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 就是泥土的那个泥砖 砌起起来的一个火道 这个样子通到整个炕上 炕上 然后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一排 一排 一排 然后有那个火道 然后整个炕上都很暖和 然后整个炕上最暖和的就是那里 因为那里是在火口上 看我们家小可爱睡的 看里面炖的是排骨 我妈现在在做那个白萝卜 要往汤里面放 大家在冬天的时候 一定要多喝白萝卜炖汤 这个样子的话是补肺 就是瑞肺益气的 好了关注我 我是阿宁 勇闯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吧 拜拜